而另外在卓西乡就代表会旁一处民宅 原本是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高姓住户的家中 在去年底被隔壁王姓住户 以国有站位编定土地 强制将道路铺设土方以及种植树木 导致了高姓住户一家人不能往原有的道路回家 相当的不方便 就马上的向华丽鑫议员金书名来陈情 会在卓西乡就代表会旁边一处的民宅 原本是一条道路可以通往高姓住户的家中 而在去年底被隔壁王姓住户 以国有站位编定土地 强制将道路铺设土方以及种植树木 导致高姓住户一家人不能往原有道路回家 相当不便 就马上向花莲县议员金书名陈情 请他们说压时间 不然就像你讲说 我一月到现在已经将近十个月了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图 原本12月28号前通行道路是有的 有没有看到 有 然后12月29号的晚上 然后开始拆尾里 稻土 然后让我们商户的路前都没有路了 然后我们查了以后 这个就是我们财产局的土地 然后经过对方稻土的那个申请人来说 这个是 他通过了 通过了 你们财产局有给他 所以他才做这个 这个路 这个地方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土地呢 是215地号 那我们今天呢 针对215地号来 请我们那个财产局 财产局说明一下 国有财产署表示 今年1月也接过王姓住户 向国有财产署登记申请租借 同时也向卓西乡公所申请原保地增化编 不过目前为止 王姓住户并没有合法使用全员 涉及通行的地啊 实际上呢 在图面上看 就是这个215地号的这个第一路 就是这个深绿色的这块部分 好 这块部分 那我们今天回去 因为一方面公所办地级分割 把它割出来嘛 是需要时间的 那我们像说 在我们的沟通上面 可以很像联系好 然后一起进行 我回去之后 我就会请同人发一个文 给王先生 跟他训明我们今天来会看的状况 然后同时请他要回复原状 他回复原状 然后避免影响 让他去申请原保地的权益 这部分地号都也还在等待 卓西乡公所做原保地增化编离清 所以国有财产署将会行文给王姓住户 要求他必须将这条道路恢复原状 而高姓住户也希望尽快恢复入权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这条道路恢复原状 谢谢大家